和尚时梵文音译 是从古印度化里面翻译出来的 它的意思是清教死 在翻经 不翻它的意思 翻它的音 这个名称是属于尊重不翻 我们对它很尊重 用它语音音称呼它 这属于尊重不翻 所以实在它是可以翻的 清教死 像一个学校 一个学校亲自制定教学政策的这个人才是清教死 是谁呢 校长 所以主要校长 一个道场就是一个学校 这一个学校只有一个是清教死 只有一个校长 所以一个道场只有一个人称和尚 我们现在称住持 称方丈 那个人才称和尚 其他的出家人 不能称和尚 不可以说这么多和尚 不行 不可以这样称仨 那你就完全搞错了 称法师 法师是什么 是学校里面的教员 和尚是学校里的校长 校长只有一个 教员很多啊 所以称法师称阿舍利 阿舍利是凡语音译 翻成中国意思 就是他的隐形 可以做我们学生的榜样 叫鬼犯死 鬼是轨道 犯是模范 称鬼犯死 不是清教死 秉承清教死 协助清教死 教导初学的学生 那么像这个古代思维 所以寺院呢 将来这些称呼 一定要改成现代化 否则的话大家都不懂 寺院里面 也许你们有听说 手作和尚 再加个手作 手作 他做什么工作呢 他是属于阿舍利 像手作 维诺 维诺 建院 都是属于阿舍利 不能称和尚的 手作管教学 教学部的负责人 像现在学校里面 大学里面教务长 中学里面教读人 管教学的 维诺 管殉道的 建院 管总务的 你看 寺院丛林里面 这叫纲林之四 分这三个大部门 教务 殉道 总务 这三个大部门 跟现在学校里的 行政组织 完全相同 佛法是教育 不是宗教 你从他的一些称呼 从他一些工作性质 你完全明白了 我们对于这些称呼的常识 一定要有 否则的话 你一开口 那行人就知道 你没有学过 你不懂 那么还有个普通的称呼 在此地附带讲一下 中 中 这个字 在佛法是代表团体 不是指一个人 是团体 你看看我们念三规的时候 规一僧 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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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僧团 僧也不是一个人 团体 佛家的团体 无论是出家 或者是在家居士 你组成这个团体 团体称神 像居士林 是一个团体 居士林 就是一个僧团 这个僧团 在家居士 所组织的 僧团 不分在家出家 都叫僧团 只要遵守六合进 一六合进修行 那就叫僧团 这个团体 是个僧团 因此一个人也成僧 要照他原来意思讲 在家出家都成僧 但是现在在中国的习惯 在家居士不成僧 出家人成僧 你要懂得这个意思 既然是个僧团了 那不管在家出家 如果你要向人请教 这个居士林 你要说这个 你们的道场 住多少人 人家一听 你会好 你没学过福 学过福的人呢 他要是向人请教 他不会问了 你这里住多少人 他问说 你这里住多少众 不会说你住多少人 为什么呢 说住多少人 你有母见 人见 众生见 寿宅见 金刚经常讲的 或者是母相 人相 众生相 寿者相 你住相 那说众呢 说众就把这个相破掉了 这个众什么意思 你这个道场 住了有几个众缘合合的东西 就这个意思了 众人活活的 你看看 在说话当中 都叫你开悟 不要执着 这众人活活的东西 所以佛家这些朔语 真的都是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 叫我们不要住相 那么这是说到这个地方 称呼附带跟诸位 说几个 这个下面 大导司导引的是什么 能就一切住世间 这真能啊 住世间 上面又加个一切 那一切不就是住吗 住不就是一切吗 怎么会重复呢 这怎么讲法呢 我们先说 世间是什么意思 世 是指的时间 过去 现在 未来 你看中国 这个字 世这个字 三时 三个时 古时候 中国人 三十年 叫一世 三十年 成一世 过去 现在 未来 今天是空间 所以世间 也叫世界 界 也是讲的空间 世间 两个字 和起来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时间跟空间 时空里面所包括的一切 都在里面 这是世间两个字的意思 那么佛法里面讲的住世间呢 是说的三种事情 一个是有情世界 一个是气世界 我们现在学术界里面的分类 分作动物 植物 矿物 动物 相当佛法里面讲的有情世界 动物 有感情的 这个是一大类 植物跟矿物呢 在佛法里称的为气世界 也就是我们讲的物质 这个里头没有精神 只有物质 动物 动物是精神跟物质 和合而生的现象 那么还有一类 叫正觉世界 这是我们世间法里头没有的 正觉世界之声 只祝福菩萨阿罗汉 换一句话 六道以外的 身闻云救菩萨佛 这个叫正觉世界 他们是觉悟的 有情跟气世界在迷味 这是迷雾不相同 主的称为正觉世界 这叫住世界 一千两个字怎么讲呢 世界无量无边 每一个世界都有这三种世界 有一尊佛在那里叫化 这一尊佛是大导师 世界无量无边 所以前面讲过去无量佛 这一切就是无量 无量无边的三种世界 佛又能离旧啊 这个世界里面 有生劳病死 重苦恼 这一切可以所有人才是不生活 这一切 这一切 现象最明显是六道众生 这一切 病死 重苦恼 通通居足 这个苦恼 佛在经上讲的 三苦八苦 生老病死 谁能够避免呢 谁能够救护 佛能救 佛有能力叫我们不生 不老 不病 不死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生了 佛有没有办法帮助我们不老 不病 不死呢 有 真有办法 为什么我们得不到呢 因为我们对佛不相信 那就没法子了吧 你要真正相信 真正明了佛所讲的意思 依照他的话去做 你就能避免呢 这是跟你说真话了 不是跟你说假的 佛用什么方法来帮助我们 佛是把生老病死 重苦恼的根源给我们说出来 佛的教导就是讲这些了 你为什么会生 你为什么会生在这个时代 我们不知道啊 我们不晓得生从哪里来 死到哪里去 不知道 现在讲啊 你看一般人糊里糊涂过一辈子 真正是隐喻于常说的最深梦死 大多数人都是这个现象啊 喝的时候像喝醉酒一样疯疯癫癫的 不正常啊 死的时候糊里糊涂 这一辈子就过完了 你一说多可怜 几个人能够知道 生从哪里来 你为什么要生 死到哪里去 去干什么 这是大问题 这是大肆音乐 佛出现在这个世纪 佛出现在这个世纪 给诸说 就是为这桩世纪而来的 法华经上佛说得好啊 为一大肆音乐出现世界的大肆 生死大肆 我在讲习当中 常常提醒同学们 我说生死死不大 我说生死死不大 死死死不大 我们死了以后啊 到哪里去投生呢 这个事情大了 佛在经论当中 告诉我们 人死了以后 再去投生 这有十法界 是在讲 法界是无量无边 佛把它分作十大类 你到哪里去 这个世纪 我们从底下 往上面看 最下面 地狱 你可不可能到地狱去 再是误鬼 你会不会变误鬼 大多数人死了都变鬼啊 为什么呢 人死了就做鬼了嘛 他没有想别的 他就想做鬼 所以他死了 当然做鬼啊 方法讲嘛 一切法从心想生嘛 没死之前 他就想去做鬼了 他怎么会不做鬼呢 所以绝大多数的人 他就做鬼去了 那么还去做出生的 这叫三卧道啊 造作些罪业 感受的悟道的果报 还有三上道 人道 修罗道 天道 再往上面去 神文道 神文道 语音觉道 菩萨道 佛道 佛道 这是佛 大致上 把我们 死后去处啊 说了十个啊 这十个 你一道哪一道去 这个才是大事 要往哪一道 要具足那一道的条件 你才能够生到那一道 条件很多 很复杂 佛在讲经设法 直举纲领 就是在所有条件里面 哪一个条件最重要 给我们举出来 我们如果把最重要的这个条件 挂住了 其他条件好办 容易 具足 佛给我们说 如果你要想生到佛道 佛道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呢 平等性 佛心平等 换一句话说 你的心不平 你就不可能生到佛道 佛的心 对一切众生都是平等 对一切万无是平等的 就不但对一切有情众生 无情众生 一切万无 佛心平等 这个难了 我们法复心极不平等 给主说 平等性就是清净性 我们提出这个修学的纲领 比佛讲的无数 我们讲了五种 真诚心 清净心 平等心 正确心 慈悲心 诸位如果把这五种修成功了 你死了以后一定做佛了 你做佛去了 这是佛道的条件 这部经里面 就是跟我们讲做佛的条件 所以我们选择这部经 就是选择 我死了之后要做佛道 我来生要做佛 因为这个经题上非常明显 教导我们 清净 平等 我们具足 清净 平等 佛的条件 那就做无量受佛 这个是最殊胜的选择 最高明的选择 最正确的选择 选择做佛 选择做佛 比佛道差一等的是菩萨 菩萨的条件 菩萨的条件修六度 我们在底下一首计 再跟诸位详细说明 你呀统统做到了 统统去足了 你来生做菩萨去了 那么另外一种 那么另外一种 缘求 缘求 佛经里面称为辟知佛 辟知佛三个字都是凡语 因语的 辟知翻作语言 因缘的语 佛翻作诀 语言诀是中文的意义 辟知佛是梵文的音语 他修十二因缘 我们修十二因缘呢 至于这个条件 你就是投身辟知佛了 如果您修十二因缘 如果您修十三因缘 如果您修十三因缘 四无量心 这个四无量心是慈悲习血 心量很大了 慈无量 悲无量 习无量 慈悲是不失 慈 愈乐 给一切众生快乐 悲是拔苦 帮助一切众生历苦 叫悲 悲是看到一切众生 历苦得落了 生欢喜喜 那么再加上修四禅八定 这个是你取得天道的条件 如果来生还想做人 人道的条件 是要修五无戒 是要修五无戒 是善 五无戒吃得好 是善 修得好 一生都不违反 来生可以得人道 阿修罗道比较上特殊 阿修罗 修的佛报很大 喜欢布施 喜欢供养修福 可是好生 傲慢 譬如在佛门里面布施 看到人家布施 一波块钱 他要布施 两波块钱 一定超过你 好胜 好强 将来古报就做阿修罗道了 烧香要烧头一炷香 烧第二炷香不甘心 阿修罗好胜 阿修罗好胜 好强 好弄 喜欢斗争 这个就是罗 修罗道去了 下面三华罗道的夜音 莫鬼道是惊叹了 这是他的意义 贪而无疑 贪而无疑 自己有的 舍不得给人 吝啬 自己有的舍不得给人 吝啬 是非邪正 善我 乃至于厉害 他都搞不清楚 常常搞颠倒了 譬如把善看作物 把物看作善 这个颠倒 那就变出生了 事出世间颠倒 大善 是焦修 这是最大的善 诸位信心去想想 自古以来 帝王将相很多啊 那个在世的时候还得了啊 全世复归 甚及一世 中国人所谓的 贵为天子 富有四海 死了以后 到现在几个人知道 没人知道啊 所以那是假的 不是真的 真的是办学 办教育 空老父子 平民了 但教育 千年万事提到空老父子 哪个不尊敬 空老父子一流的典籍 人人员都还想学习啊 这是真的 摄迦 摄迦摩尼佛 十七王位也 一生从事与 义务的社会教育工作 今天提起释迦摩尼佛 哪个人不尊敬 佛留下来这些教诲 你看在这个世界 多少人认真努力在休息 这是真的啊 我们修佛 种佛 这个才叫真正的佛体 所以过去有人说 三宝当中啊 是修真正的佛宝啊 世界 大富大贵 从哪里来的 都是从三宝当中啊 值得佛 你才得这个果报啊 我们有能力 辨别 善福 这是智慧 知道自己应该怎样修学 怎样去重复 李牧远就是常常提起啊 我们帮助苦难的儿童 帮助他 帮助无依无靠的过耳 帮助他求学 教育他 这个叫希望功臣啊 有希望啊 这是真正的福 这是真正的福德 那么由此可知 在一切教育当中 佛教育最殊 佛教育最殊胜 佛教育培养什么人才啊 培养菩萨人才啊 也就是将来这个社法界摆在我们面前 佛教育是培养菩萨法界 佛法界 你看这个多殊胜 进佛教育来干什么的 来做佛的啊 来做菩萨的 不是普通学校啊 普通学校进一学院 你来干什么的 我要来做医生的 法学院你来干什么的 我来做律师的 佛学院干什么的 我来做佛的 你们想想看 这个不就清楚 就明白了吗 我们思路念佛堂 念佛堂你来干什么的 我来做佛的 念佛成佛啊 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他到这儿来是做佛的 所以诸位同修要知道啊 他来做菩萨做佛 身劳病死重苦恼 没有了 这个是讲的时候 能就一切诸世界呢 佛有这么大的能力啊 所以你一切都清楚 都明了 你不会变出生 你要把是非善恶搞颠倒了 愚痴 出生到去了啊 这个世间 哪是真正的佛报 哪是假佛报 哪是真实功德 哪是假功德 你一定要搞清楚 搞明白 我们这次干什么 第一道是成慧 这是最糟糕的 成慧心 嫉妒心 不地狱啊 所以生死不是什么大事啊 死了以后到哪里去 这个才是大事 福尔为导师 福尔能救度我们 生劳病死 这个重苦 就是讲的八苦 福尔将一切苦求归纳下来 归纳为八条 生劳病死 这四条 人人不能灭纳 除这个四条之外 还有四条 第一个是求不得苦 你有很多心愿 愿望 不能埋怨 求不得很苦啊 另外一条 爱别离 你喜欢的人 你喜欢的物 不能常常拥有 很苦啊 喜欢的人 常常别离 不能团聚 喜欢的东西 不在眼前 这个世间富贵人 在这个世间世界上 很多民胜风景地区 买了别墅 非常豪华 不能去住 很苦 很苦啊 很苦啊 请个工人去住 每个月还给他钱 还有那个工人很有福报啊 但是他没有主权 主权是老板的 你看看你很喜欢那个房子 很喜欢那个地区 不能去爱别利苦啊 世间这种苦人很多啊 我曾经听说过 也见过 由这些富贵人买了别墅 一生呢 听说只在那住了一天 他常常想着 常常牵挂住 还有一种人呢 买了很豪华的别墅啊 一生当中 一天没住过 也是天天想那个地方 世间有一种有福报的人 他天天在那里享受 替他看房子 还要给工钱给他 他有福报 他在那里享受一辈子 有很多人有福啊 自己不能享 有很多人 虽然自己没有钱 没有财富 他挺享福的 过人夜报不相同啊 我们要想着 只有爱别利苦啊 还有一种叫怨增会苦 怨家对头 不想见面的偏偏见面 常常见面 这很痛苦啊 一切不如意的事情 常常遇到 所谓的是 不如意是常罢酒 常遇到 那么这一类的苦呢 都包括在怨增会苦 不想遇到的偏遇到 佛讲 这个七种 生劳病死 求不得 爱别利 面增会 这是五种果报 七种果报 七种苦果 另外还有一种啊 是苦之因 你为什么会有这些苦 所以佛说法了 都是把因跟果说出来 他讲得很圆满 末后讲一种叫无因之圣 无因之圣 比较难懂 那是因 就是你前面这种苦怎么来的 佛跟你讲 无因之圣 无因是讲宇宙人生的真相 这个五大类 色 受 想 行 实 这叫无因 色是身 身体 我们身体是属于色法了 现在人讲物质 后面四种呢 都是精神的现象 所以一个动物 是物质跟精神组合的现象 精神做生 精神里面讲了四种 受 受是你的感受 受苦受 Empire 受热 受苦受了 又受洗受 就是苦乐又喜心的感受啊 我们人间忧苦多 喜乐少 这在人间 第二是想 妄想 天天在打妄想 这个妄想永远都不会停 佛讲一切法重新降生 因为你想的都是错误的 于事实真相完全像违背的 你的事怎么会不哭呢 所谓悠 所谓喜 说老实话 是你的忧苦暂时停了一下而已 所以佛讲 忧苦是真的 喜乐是假的 这个真假标准在哪里呢 佛说 落会变 落会变成苦 落是假的 苦不会变成落 苦是真的 比如 你好吃 你喜欢吃东西 特别喜欢吃 喜欢的那个东西 有人喜欢吃甜的 有人喜欢吃辣的 过人爱好不同 你喜欢吃你的食物 你看 吃一碗很快乐 如果叫你连续吃个十碗 吃二十碗 哎呦 你就苦了 受不了了 你看 落不是变成苦了 这乐是假的嘛 我说苦是真的呢 你一餐不吃饭 勿得很苦啊 三天不吃饭 更苦啊 不会变成落啊 不会说是给你三天五天不吃饭 忽然快乐起来 没得死 苦是真的 乐是假的 年轻人喜欢跳舞 快乐啊 叫你跳上七天七夜 苦了 受不了了 所以 落会变成苦 苦不会变成落 人家用鞭子打我们苦啊 打一边苦 打年边更苦 越打越苦啊 绝对不会打到最后 哈哈大笑 弱起来 没这个道理 这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呢 佛给我们讲的清清楚楚 你明白的 一切法从心相生了 思想要纯正 这一切 问题就解决了 问题就解决了 第四个叫行苦 行是什么呢 行是刹那在变化 你不能够保住 这就是行苦 这就是行苦 最明显的 世间人常讲的 青春不住 这就行 这就是行苦 人十七八岁很好啊 不能永远保持十七八 一天比一天 摔老了 不是一年比一年老啊 你要小的一天比一天老啊 这种现象呢 这种现象呢 叫行苦 陌后一个是 是 比较难讲 比较难懂 那么简单的说 就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所有一切的 这些善悟复杂的印象 我们现在讲的 都落在你记忆之中 在佛法讲呢 阿赖也是 阿赖也是像个仓库一样啊 齐心动念的 那个野兮种子 全部都含藏在那个里头 什么时候遇到机缘呢 它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 指都指不住啊 比如说 你齐心动念 一切造作 这个阿赖也是 就像你自己的一个资料石 档案库一样 你一生所做的 过去生生世世所做的 全部有档案 全部有记录 一档事情都没有遗漏 你说这个东西麻烦不麻烦 不要以为我们说 做些这些事情别人不知道啊 记录的很准确啊 一字都不漏啊 你这些事情都麻烦 佛讲啊 这个五音呢 直圣呢 直圣是形容 像火烧的很猛烈的一样子 这个是前面 其中苦果的根源 诸位想想 要不是佛 给我们说的这么清楚 我们怎么会知道啊 佛怎么知道呢 佛在甚深禅定当中啊 见到了啊 他见到我们的资料库啊 他看过我们的档案啊 我们没有办法瞒过佛菩萨 这个经上说的 凡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人 都有像如来古地上一样的天也 天儿 踏心续命 全都 那个能力全都恢复了 换句话说 一切众生阿赖耶的档案 他们统统都可以看到 我们如果明了这些四十真相 懂得这个道理 不但我们不可以做卧四 动一个卧的念头都不可以 为什么呢 我们要做佛 佛是纯善 无过 我们怎么能犯过失呢 自己要对自己负责任 一定要做到真诚 清净平等 正觉自卑 做佛之道啊 社交摩尼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 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样的社会 故上善人聚会一处 我们今天要想参加上善俱乐部 我们自己要具备上善的条件啊 所以大家如果要决心求神净土 一定要净土 齐心动力 也与造主 决定不能有损害一切众生 不可以 不可以有损害一切众生的 事 事相呢 连念头都不能生 那我们这个妄念太多啊 怎么办呢 佛教给我们念佛 那念头才生 如果这个念头是妄念 立刻用阿弥陀佛把它换过来 所谓不怕念习 只怕觉知 这个觉悟不能迟缓 立刻用阿弥陀佛换过来 如果善利利益众生的念头行 可以 利益社会 利益众生 决定不可以啊 由自私自利 这个念头 由这个念头 赶紧一句阿弥陀佛换过来 所以说 九界有勤呢 六字鸿鸣就普度一切了 这是能就一切住世间 这是普度啊 好 今天时间到了 讲到此地